利友们 特别是林基础的爱好者 本节视频也可以收藏 可以帮助你准确的记住地质顿藏的规律 前面讲解了 子、愁、影三个地质的顿藏规律 今天接下来讲解 卯中独以目 这个顿藏口诀是怎么来的 同样 我们来分析 它的地质顿藏三要素 卯木 三要素就是本器 中器 以及愚器 卯木 它的本器毫无疑问 是木 而独以目 这个以就代表了它的本器 所以 本器这个样素已经到位了 那么中器 中器的话 要分析卯木 它的三合局 卯木的三合局是 亥某位 三合木 所以 乙木 它同样可以代表 地质顿藏当中的三合局 透出来的中器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乙木 它虽然仅仅是一个天杆 但是 它同时具备三个要素的特点 身兼多指 再讲 鱼器 卯木 它的上一个地质 是尹 那么尹 它的五行 是属于木 所以 同样 这个 以木 它代表了 鱼器 所以 卯木 虽然仅仅是一个 以木 读以木 但是 三个要素 一个不少 都藏在里面 所以卯中读以木 不需要去强行记忆 当自己 在 不敢肯定 是不是仅仅只含一个以木的时候 用三要素 这个方法 去套用一下 就可以确定自己 是否正确 好 今天讲解的就是 第一支顿房 卯中 读以木的 三要素分析 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